欢迎来到阿江小学堂 我们的NMN升级 而且这次升级的幅度有点大 但是呢我不太想要聊我升级了什么内容 我比较想要聊的是 台湾的NMN乱象是什么 这要从2016年开始说起 在美国辛克莱教授发表了一篇 关于NMN的研究文献 随之引起了很多 诺贝尔学者的公开支持 他的言论跟他的功能 然后国际的论文的期刊 大概有587篇 打造了整个NMN的知识大象 然后这股旋风很快就烧到台湾来了 到底是有谁在吃NMN呢 有才是胶原蛋白的人 想要养颜美容的人 绝对不会去错过这个产品 因为它的功能是更加生成作用 但是去年美国却发布了一项令人错愕的讯息 化学存化的NMN 已经不能在美国当食品使用了 它要当成是药物开发使用 那现在呢我们看回来台湾 当美国都已经宣布了 化学存化的NMN不能使用 那我想台湾是绝对不会开发化学存化 NMN的合法性 所以更加深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在台湾要吃NMN的话 它只能够来自于天然食物来源 那么问题来了 你怎么知道你吃的产品里面有NMN 又或者这NMN含量是多少 针对这两个问题 我有一个解法 第一也就是我常说的 你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要去看它的成分背后有没有写 Beta延续案单核干涉 如果它没有写的话就代表 它没有含NMN 那你会说奇怪 如果成分不含NMN 为什么产品可以叫做圈圈叉叉NMN 这样合法吗 厂商会给你解释 NMN是我的一个商标名字 这招很漂亮 成功误导 而且国家拿它没成 第二天然含量的NMN有多少 这一直是业界不愿意证实的名 所以我今天要宣布一个好办法 这一张报告 是台湾第一张由第三方单位检验出天然NMN含量的检验报告 这样的报告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解决台湾很多市场夸大不实的问题 而且你还可以知道天然的NMN含量究竟有多少 所以以后大家方便呢 以后购买NMN产品的时候 就看它有没有出示检验含量的报告 好啦 这打一下广告讲一下升级啦 这一次NMN的升级重点呢 是天然NMN的含量升级了6倍以上 原本的天然NMN含量是5000ppm 现在是来到了3万ppm以上的浓度 等于现在的1品等于过去的6品 还有我参考了哈佛辛克莱教授的方法 让NMN又加上了百里卢存 因为经研究显示 百里卢存呢可以提高我们核心部位160%以上的NAB震的容度 还有我一样保留了高于灵芝跟脏芝的多汤体 β普举汤 以上呢就是我的升级内容 最后为了让你省荷包啦 其实你可以不用买NMN 因为它并不是必需品 但如果你一定要买的话 除了我之外的产品 你也给我选择了